回來 財經大白話 這個華為的總裁任正非 他首度公開證實說 疫情將使得華為下修第一劑的目標 而且從四月起 又會有一波砍訂單 而且是要大改三成 包含了台積電跟大力光 恐怕都難逃砍單的命運 另外這個台積電 也揭露了一百零八年的年報 他當中有提到說 如果疫情持續的加劇 這個半導體的供應鏈 仍然會有斷鏈的危機 所以這一場肺炎的疫情 衝擊不斷在擴大當中 我們就從全球的經濟 來看臺灣的產業 今天是說這個任正非證實說 華為的確是第一劑 表現得不是很好 而且從四月還會再進一步 又要砍單了 這恐怕會砍單三成 而且會影響到我們台系供應鏈 可是這個華為可能是為了要對抗 這個美國可能的擴大出口 所以有益轉單 這我們來問一下陳彥閣 這個其實任正非 他過去其實是蠻低調 但是這一兩年 他露面是比較多 而且一改以往的低調作風 他在訪問中還講到說 要感謝川普的打壓 而且同時他還說 這個美國政府毫不手軟的 一直在對我們這個華為施壓 這一連串這個任正非的動作 你怎麼解讀 而我們臺灣這個華為的供應鏈 其實過去是表現相當亮眼的 那現在會不會也變成說 這個美國打華為 然後間接也打到了我們 殺不死的必死他更強大 這個就是之前中美貿易戰 要打壓華為的過程當中 沒想到越打 他越強 對不對 你打下去 你不動了 你一轉身 他又跑 繼續跑 大家知道我在講什麼 就你打他拿拖鞋打他 打不死他才又繼續跑 怎麼打都打不死 他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因為中美貿易戰 也讓大陸去思考一件事 過去他一直去仰賴 不論是上游的 下游的 這個供應鏈也好 他一直仰賴美國也好 台灣也好 他開始去思考說 我是不是要自己有一條龍 上下游整個一條龍 所以他開始做一個 產業的一個整併 包括從晶片到IC製程 包括到下游端的一個組裝 其實他都幾乎想要 自己接手一條龍 為什麼 因為只有這樣才不用受制於 中美貿易戰 這當中的一個制裁的一個問題 這個也是在中美貿易戰過後 他們一直在思考的事情 所以在這個時候 其實台廠已經開始要選邊站了 你到底要往 這個大陸這邊走 繼續能夠接華為他們的單子 還是你往美國這邊走 你改接蘋果這邊的單子 當然這個部分在移動的過程中 能夠繼續接單子的 他還是有各自的利基就存活下來 可是現階段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就是說華為現在要砍單的問題 不是在於他的診病 而是在於這次疫情的影響 真的衝擊到了整個 大陸的一個消費 因為現在復工以後 實際上復工的情況 我跟各位講實在話 我在北京的朋友跟我講說 新聞都假的 我只能講到這而已 所以你就會發現說 整個線上的一個消費的情況 手機的一個銷售 大陸這個部分的一個 恢復的情況沒有如預期的好 所以他為什麼要砍單 這是一個關鍵 我們今天來看整個 這個華為概念股 你就發現有很大的不同 實際上今天這個華為概念股 有一些大幅度的修正 譬如說像這個系列KY的部分 修正的比較大 聯發科我覺得修正的幅度算大 聯發科 因為聯發科一直以內地的 手機的合作為主 但大立光修正的幅度 反而比較小在下面這個地方 這裡面有一個關鍵 在後面 我們可以看到後面 這個兩個地方 第一個就是過去一個月 他是不是已經大幅度上漲 第二個部分是他的本益比 是不是已經來到高檔 所以你會發現 如果他已經過去一個月 已經大漲過 本益比已經偏高了 他這個訊息對他來講 修正的幅度就會比較大 當然我們先來看一下 剛才提到的這個大立光的部分 實際上當然你說有沒有影響 肯定有 因為你看外資大幅度的 因為這個的一個狀態 進行了調節 這幾天大立光才在講 要不要配息要配多少 可能配到80塊錢 那又是有史以來的新高 為什麼外資反而不領情 而且我們如果仔細來看 他的近期的一個財報 公布的狀況是還不錯 包括我們看到他營收 YOY的部分是一直在成長的 一直在成長 而且以他的毛利來講 高達7成 你看他去年第四季的一個獲利 是相當的一個驚人的 相當的驚人 所以現階段 我覺得大家開始去思考的就是 就未來而言 他過去的一個營收的一個成長也好 高毛利 高獲利的一個情況也好 能不能維持 所以短線上確實有一些衝擊 而且你會發現這一波大立光 反彈的力道並不強 反彈的力道並不強 我覺得這是其中一個觀察 再來就是說 在聯發課的部分 我們看到今天確實也出現 比較大幅度的一個修正 而且昨天確實外資也出現 一個大動作的一個調節 當然我們去看他最近的一個 營收的一個表現來看 實際上就這幾個月來講 整個YOY的一個情形 其實慢慢的有點稍微下滑 為什麼這一波 外資你看在低點過後 有先回來買一些 其實跟他宣布庫廠股 我覺得也有很大的一個關係 但是我們看到昨天的一個調整 再搭配一下他目前營收的一個 表現的一個狀況 我覺得外資也是開始去擔心說 這個事情短線上 會不會帶來比較大的衝擊 他後續怎麼因應 我覺得也是我們觀察的一個重點 對 剛剛陳彥哥講到說 我們現在台系供應鏈要向左走 還是向右走 到底要選大陸還是選美國 其實我們也看到說 這個手機產業的兩樣型 因為剛剛說華為砍單 可是蘋果卻是說要通知供應商 說未來一年要增產近4% 這個我們來問一下明漢哥 這個對於我們台積電來說的話 因為台積電也算是蘋果的 供應鏈的其中一員 雖然華為砍單了 但是這個一漲一跌之下 在此消比漲之下 對於台積電來說 到底是一個利多還是利空 OK 這塊來講 如果搜尋一下新聞 都可以看到之前在蘋果在砍單 現在突然又說它是正4% 這塊來講 我們先給大家看一個數字 就是說你可以看到 從所謂最大的三星 一直到華為到蘋果 前三大其實都是 承信一個砍單的現象 整體來講 大概在2層到5層之間的砍單 可是你說這個到底 跟剛剛提到正4%差在哪裡 時間點的不同 目前看到這個所謂的砍單 主要都是因為目前 因為第二季 所謂的整個 目前歐美的一個所謂的 整個經濟活動完全暫停 所以導致這個手機沒辦法 所謂的有效銷售 所以導致這個砍單的現象 可是中長線下半年來講 其實整個產業 還是維持一個比較樂觀的 重點要跟大家講 從台積電 就是很重要的關卡 他上次在法說會 他講到其實他給的數字 就整年度沒有明顯下修 其實就隱含兩個意思 第一個部分來講 就是告訴大家 現在他收到了電子訂單 全部的產業都認為 第二季疫情會見高點 下半年景氣會回升 不然誰敢下那麼多單 第二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大家自己在傳 這個新的iPhone 就是5G iPhone 會不會第三季沒辦法亮相 結果我就是告訴你不會 他會如預期在第三季亮相 所以有機會讓整個電子產業 在後續的走勢都會維持相對比較樂觀 所以我認為說在後續的投資面 還是可以維持一個樂觀態勢 只是我們要跟大家講 後續電子的投資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鍵 我給大家看一個字卡 就是在大力光的一個部分 我們都看藍線就好了 這個是藍色的線 這個右邊是大力光 他的在法說會過後 這個藍色的線 是他的獲利預估值 出現大幅重挫 這應該非常明顯 可是大家都一樣平蓋股 你看一下左邊的台積電 他在法說會過後是往上跳的 大家都一樣電子股 大家都吃瓶乾 為什麼結果會差這麼多 對 就在哪裡 就是告訴大家 如果你的所有的動能 都來自於手機 目前就是正在砍單當中 所以你一定會受害 但是所以要跟大家講 後續的投資 有一個很重要的觀點 短線在電子產業 它有一個很大的動能 來自於所謂的目前的NB 大家都居家辦公 所以NB有一個很大的需求 所以在這裡來講 就可以去補足 短線這個手機的補足 所以跟大家講 你要買的手機類股 切記 短線要買 它這個個股 不要只有全部都在手機上 比較經典的就算大力光 台積電 它不只是所謂的手機之外 它NB 它也是很大的一個比重 所以可是要跟大家講 是不是就表示手機類股 一定都很悲觀 不會 下半年 剛剛提到的 台積電收到訂單 大家都認為說下半年會回升 所以5G產業 這個年初沒有疫情的時候 大概不是講假的 只要疫情一降下來之後 這5G一定會往上衝 所以短線來看 這些相關次族群 包含半導體PCB 散熱 記憶體 被動元件 這五大產業 都是跨足兩邊的 所以這個現象很明顯 這些大家都一樣5G族群 目前來講就有不同的表現 我就跟大家講 盡量短線還是以這種雙跨足的產業 後續來講會比較強勢 至於大家提到 那我是有大力光的 我會跟大家講 你稍微有點耐心 過一段時間 它也會跟著往上 只是這個是短線跟長線 不同的差距而已 好 我們剛剛其實有講到台積電 它的年報當中有講到說 疫情對於它的一些影響 就是說如果疫情持續的話 難免對於半導體的供應鏈來說 還是會產生一個斷鏈的危機 這個我們來問一下世聰哥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看到說 這個剛剛明翰講到說 台積電在法縮之後 是這個往上的預估 那現在又說可能疫情 他自己講了疫情 可能會產生這個斷鏈情況 這樣算不算是一個 對於台積電的利空消息 對於我們台股來說 會不會有一些後續的牽動作用 對 事實上現在主要原因 是在於說大家對下一季 或是說這整年的預估 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當然站在台積電來講的話 剛才明翰有提到 台積電它涵蓋的範圍 是比較廣的 它不是只有手機 它可能很多廠商 包括說PCNB什麼 它都有在做 所以它比較能夠看到 是一個中體的狀況 現在整體的狀況是這樣子的 我們看到這幾天不是有說NBPC 可能未來居家的人 越來越多的時候 這個銷售量往上衝對不對 台積電也有在做NBPC的 它可能手機差一點點 但是這個部分比較好 所以我們來看幾個 整個整體的台積電的 整個大客戶來講話 事實上昨天 為什麼大家會有這個擔心 主要是昨天 費城半導體的跌幅相當重 跌幅重的話 有幾個成分股 大家可能要稍微看一下 這個是NVIDIA NVIDIA在昨天的跌幅是有點大 你可以看它其實 它這一波的反彈幅度 沒有那麼強 它當然做的是跟人工智慧 比較相關的 人工智慧到底好不好 因為如果你整個 未來接下來的封城 或是說整個接下來的 越來越多人 不能出來工作說 會不會人工智慧 也會受到略微的影響 這個是AMD 我們曾經跟大家講過 費城半導體裡面 很靠近歷史新高就是AMD AMD也是一樣 你看它昨天也出現一個 比較明顯的跌幅 另外就是高通 高通其實它這一波 它的漲幅是相對比較落後 就是反彈幅度也相對比較落後 它其實就告訴你說 今年的所謂的智慧型手機 其實是沒那麼好的 另外再來 我們給大家看這個是蘋果 蘋果在昨天 它的股價也是大概跌了 大概約莫是3%左右 當然現在有很多 關於蘋果的說法 有一說是說 它的SE賣得非常好 破一支 但是現在大家其實比較擔心的是 新產品的這個 開啟的時間會比較延遲 所以這個當然短線上 我們可以包括說 連英特爾也是一樣 短線就變成是說 你台積電說很好沒有錯 但是的確來自下游的訂單 有可能會縮減的疑慮 所以這裡就變成是 為什麼我們台積電 法說會晚了之後 一天行情之後就往下跌 當然目前來說的話 我們需要更多的市場訊息 來導引說我們台股接下來 下一步要怎麼來走 下一段我們就接著來看 這個三大黑天鵝的襲擊 台股今天上衝下行 是先跌又拉回了平盤以上 這個台股是不是有回測 萬點的保衛戰就在眼前 馬上回來參加阿百花